手游酷玩 兄弟 你干啥呢 你瞅啥呢 这是没看见吗 那就把这个地方简单的搜一下 由于搜的过程比较无聊 而且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就给大家跳过了 这地方可以看到我这附近有枪声 但是我不确定人在我的哪个方向 啊 这地方直接啊 这地方啥都没有啊 谁在哪开枪啊 我听的挺清晰啊 但是哎 啊 看到了啊 兄弟 先 这应该是个人级啊 哎不对 他怎么跑这方向这么奇特呢啊 这地方啊 先十字弩射两件啊 好像没射着啊 十字弩的有效攻击距离比较短啊 但是啊 一旦打中啊 必定是致命一级啊 这个确实是有点bog啊 但是好像啊 三级头和三级牙眼的房子 这地方他躲房子后边啊 那不好意思啊 直接刚抢了 啊 已经看到了啊 不知道他来人瞅谁呢啊 鱼叶晴田啊 这个名字起的特别的文艺 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科普一个小知识啊 这个 知识不对 知识呢 叫做吉利福啊 吉利福起源于 一个叫做吉利的啊 苏格兰人啊 最早是用于打猎啊 因为在野外如果你 但是我感觉啊 我自我感觉啊 好像没什么太大用啊 野兽是 大部分是不是都是通过气味来诊诊断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 有威胁性 或者是能吃的东西啊 刚才我看一个人跑进那个屋里了啊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直接打的那个人 啊 那这个地方 我也要猛一把啊 这地方就不怂的 直接过去准备跟他刚抢 啊 我们先从右边要一下 看看他在屋里大概哪个位置 啊 这地方没点到 哎 看着啊 这老哥爬的是 但是我正大过敏啊 上去就直接点头 啊 大家爬着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啊 特别容易被打到头啊 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因为大家仔细想啊 你说你爬着啊 我只要看到你 只要点你那个位置啊 基本上打着的都是头啊 这就比较尴尬 那继续啊 吉利福是一个 叫做吉利的苏格兰人发明的啊 最早应用于打猎啊 最大特点是造价比较便宜 然后便宜隐藏 那 最早应用于呢 是第一次世界战争啊 是由苏格兰和德国啊 开始帮助 苏格兰帮助一个叫 拉沃尔啊 还是什么的地方啊 组建在侦察比 然后 哎 等会啊 这地方看到人了 直接下车跟他拼了啊 无所谓 兄弟 哎 回头 回头一顿小扫射啊 直接带走 他有点年轻啊 我要治他的话 我就会躲在这个石头后头啊 最卖为燃体 然后 苏格兰帮助这个拉沃尔 组建这个侦察比 然后苏格兰人其实并不擅长 用光学 那叫什么光子仪器 就是类似于瞄准镜啊 然后他们俩就属于互惠互利啊 就是 这是 这个叫吉利福的第四应用啊 就是在一战 然后在二战时呢 这个吉利福就被改名了 叫第一手符啊 而发展到现在呢 不只有这个吉利福是用麻条这种绿色啊 也有城市符 就是城市吉利福啊 基本上被称作垃圾服啊 就是趴在地上跟一堆那个垃圾 就是大装垃圾一样 不能被发现 这地方来到这个闪上 但是看到那边有个车 我 好像之前我记得这个车上没下来过人 然后他是开过去的 他要是滑过去的话 那送到倒门 我们开两枪 这无所谓子弹比较多啊 我之前舔过那几个人包之后 我这身上的5.56子弹啊 还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这是一个错误的展示啊 首先第一点 吉利福更 你要是想隐藏啊 当一个真正的狙击手 这个吉利福更 适合于啊 待在草地上 因为这样的话颜色比较接近 啊 像我现在这样啊 在山地上其实特别容易看着啊 而且我这个人物戳了一双白鞋 啊 这也非常的尴尬啊 这基本上谁 领悟镜一瞅就瞅着我啊 这地方我在后边跳枪声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啊 我先把这个四倍镜换成 全息啊 往上走一走 如果遇到人只能拼了 因为这个山上 我们尽量保证没有人啊 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这地方往下走啊 没有看到人 那应该是跟我平行在另一个山头啊 但是这地方还是要去找的啊 这地方大家就是得想明白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这个山上是没有退路的啊 你要跳下去 一个操作失误就摔死了啊 还不如跟人拼枪被拼死啊 这地方我看上人了 但是我没有把握能不能打不上啊 我一顿操作啊 但是这个人比我会玩 哎哎哎 这地方没有了 基本上是给别人做了嫁仪了 那就看一下这个老哥怎么操作 这个老哥叫吊打苏莫 哎哎哎哎哎 你这个名字 你是对你的室友有什么太大意见吗 兄弟啊 不是 你的室友怎么招惹你了啊 这个地方他穿极的时候趴在这个 趴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在打血啊 但是他好像不动了 兄弟不会杀完我挂急了吧 因为我前两天玩那个英雄联盟刚碰到这身啊 对面给我杀完我挂急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啊 这个就比较小尴尬 那这地方可以看到他又看到人了啊 但是好像不止他在打这个人 我看是感觉 虽然是他打死 但我感觉好像不止他一个在打这个人啊 但是他还是打到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山头上基本就剩他一个了 除非从山下往上上人啊 那这样的话他就算是占据这个有利地形了 因为整个山上如果就他自己的话 我说我说一时代话 他穿个吉利服 他在那阴一下啊 你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继续啊 光看我们这个击杀 我们的对手是多么的强啊 每次我看这个人呢 我都希望他吃鸡啊 因为一旦他吃鸡了 就能证明啊 不是我菜 而是人家是大神啊 我被大神打死啊 毫无怨言啊 但如果 他就是打完我 然后他就被别人打死了 我就感觉我自己非常的菜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 那这个地方呢 他被打了啊 他看到这个人了 哇 他这个压枪好稳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枪基本上没动啊 这是为什么 啊 兄弟 你不会是个外挂吧 还是压枪真的稳呢 哇 我第一次看到压枪这么稳的人 啊 他打死这个人其实 刚才可能是在跟别人决成父王 因为可以看到山底下还有一个河 他俩应该是 就比 我们看的这个人先发生冲突 然后他打倒那个人呢 之前打死了一个对手啊 但是没想到刚开头就看上他了 其实这时候如果我是那个人啊 我就选择从山下下去 然后要一圈啊 这个我宁愿 绕过去啊 我也不想跟别人再发生冲突了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没有血了嘛 啊 这地方他开自己车 可能是要走了啊 要离开这个山头了 因为所上的人吧 也不太多了 只剩八个人了 这个地方不知道他为怎么选择啊 其实他现在选择有很多 他可以直接 直接开车冲到圈内啊 也可以 等一手 然后等到 就是大家分出车负 让他出去跟那个人一位一啊 那就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选了啊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估计会等到 人都没有 没有了之后啊 然后选择 怎么说呢 大大大 这里玩他比较 他比较刚强啊 他直接落地跟那个人开始刚上了啊 然后也是 他压枪是真的稳 我就感觉他那个子弹好像就没有空过啊 但确实也可能就是玩了很长时间啊 就是对于这种游戏也比较有天赋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那我们菜 我们自己得承认 他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稳的啊 他尽量避免一些 就是窗户能看上他啊 要不然他穿那个吉日服的意义就没有了 他本身现在穿的吉日服其实属于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他想真想真是找到一个地方躲啊 那基本上 应该是能吃鸡啊 我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大哥眼睛就那么好啊 就是你穿吉日服趴着他也能看见啊 那样的话我感觉 那可太猛了 我还是看不见啊 哎 那屋里有人吗 我刚才没看见 他看见了 他冷了一颗雷 又冷了一颗 啊 这有人 我的天 大哥 你这眼神也太好了点了啊 不是他创死的这个 他炸死的这个是哪一个 是地上的这个人吗 这不是啊 这是他刚才拼死的那个人啊 啊 不是吧 我的天 这地方几个盒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算他之前打死那个 他地上有两个盒交错了 那刚才他第二个手雷应该就炸死的是这个人 啊 应该是这个人 我个人觉得啊 我这老哥 这老哥也太猛了 那他现在应该是一位一位赢 一共剩三个人 啊 还剩两个对手啊 现在看一看 他接下来会有什么神奇操作啊 他不会吃鸡了吧 他这地方有人打他 哎 他这个地方拼枪好像容易拼死啊 哎 没有 他一对方拼死了 那么现在就剩一个人了啊 看到这个人了 但是啊 完了 我这个老哥玩的是真的好 但是可惜最后被两个人一起打啊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啊 那我们也是第19名啊 连记了一个前20千事没进去啊 也可以了啊 对自己比较满足了啊 这个 那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和平军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